廖家中原掀起許多爭議 現在就連門牌都還沒有懸掛 而3號上午廖正良原本要跟護震單位 來討論地址問題 也答應讓三例新聞來採訪 沒想到卻臨時喊咖 連護震都改期 不是我換的是護震 當時他們編的時候來貼的時候 貼錯了 因為我沒有去那我沒有去追 吉角護震要門牌 被挖出違建爭議後 廖家強調盡速不建申請農舍 但也立刻引發質疑 只是違建長達12年 新北市府也被質疑包庇 公務局還曾在108年新聞稿發布 違章拆除大隊加入無人機巡查 彰顯執法決心 如今卻沒發現廖家違建 公務局也回應無人機是推動 大型鐵皮屋專案時 針對違建鐵皮屋 及五谷垃圾山專案時使用的 廖家部在當時巡查範圍內 那不要拆我就拆啊 既然違法違規 我們就配合正能德政策 慢慢拆啊 沒關係 雙元違建還在想怎麼拆 令頭停車場違建拆除 二號開始動工 畢竟也不願乖乖挨打 拍下來品魚看板設在山坡公有地上 廖先祥反嗆有公安疑慮 廟宇的幹部非常熱心自發的提供 我跟我的團隊都會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進行處置 可能是選情夠級 廖先祥開始出手攻擊 但違建爭議得先好好處理 三十五張文賢旭 全新北財富報道